美国西北部城市西瓦图 欢迎收看美国专讯 美国西北部城市西瓦图 部分公共艺术作品是来自一名无家可归的艺术家 下面的记者莫之卡瓦瓦带我们参观 在华盛顿州西瓦图 你可以找到有趣多彩的生物 红、虫鼠、鱿鱼、水牛和独角兽 彰显这座城市的创新精神 壁画家瑞恩·亨利·佑德的最新作品 为几间小企业唐登利幼稚园的墙壁增添了活力 我正在彪彪一圈 一种自拍 他喜欢他的咖啡 我喜欢我的咖啡 这彪彪有很多西亚特和西亚特的地方 我们有岛瑞涅 何98大山 在沃沃前 玉特聖彩鮮艷的狂野創作不单为这座城市带来欢乐 而且还显示他克服了生命当中的黑暗时期 这个时期开始于发生意外后使用的止痛药 上瘾导致了他目教可归 它是很困难 它是很危险 我看了很多狂状的事情 住在街上 已经10年了 我只是生活着自清晰的心 我做了这些艺术工具 以清晰的观点 玉特的设计现在出现在在当地的礼品店 迷里哥尔夫装饰品 书籍 现在是一个鼓励游客接触艺术的展览 并非他所有的工作都是正面 玉特说他仍然在探索抽象 黑暗和喜怒无常 玉特说当他情绪低落的时候 每日溃化的规律帮助他度过难关 记者莫斯卡瓦亚 西雅图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一帮乌克兰青年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并创立了一个义工组织 帮助乌克兰国内的人 囚集资金和日常需要的用品 下面的记者莫斯卡科夫的报道 布拉雅·布里华的创办人柏奇来自乌克兰 过去九年一直在美国生活 他说当俄罗斯入侵他的祖国的时候 他知道他必须要提供帮助 所以他将一些基本必需品装箱 然后好像他所说的 将包裹寄送到没目的地的地点 他想再寄送一个 但今次就请了一些朋友帮忙 布拉雅这个字 在乌克兰语的意思是徐仔 最初由几名义工组成 他们来自乌克兰 居住在华盛顿以及周边地区 大多数是年轻的专业人士 包括护士 企业家 摄影师 IT专家 他们每周三举办一个市集 销售带有乌克兰标志的产品 很多设计灵感来自乌克兰儿童的绘画 这个组织还举办大型慈善活动 以帮助乌克兰的特定群体 到目前为止布拉雅已经筹集到 3万8千美元的现金 还有药物 个人防护装备 嬰儿食物 和价值超过8万美元的衣服 一位华盛顿地区医院的护士长 负责处理获得的药物 霍萨拉巴获得了医院 制药厂和私人诊所医生的帮助 这个组织的义工说 随着战局拖延 囚集资金日益困难 因此他们持续寻找新的方法 帮助那些在家乡经历战争的人 记者莫斯卡科夫 华盛顿报道 多谢沙体美国专讯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